听的是贼心该败 花铃一名男子在一家KTV偷了7000多元 当场被一名工人撞见 工人是一路追赶 随后远警加入围捕的行列当中 这个嫌犯的情急之下 翻墙跳进了停车场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停车场呢 居然是派出所的 也让他当场被逮 全案依照借到最嫌 一送真败 一名男一黑裤男子走进一家KTV 四处争望心机可疑 趁没人注意时直接到柜台偷钱 这是被一名工人敲见 嫌犯立刻拔腿狂奔 工人一路追赶并不断大喊 听到声音都命远警也加入围捕 由于不熟悉地形 嫌犯情急之下翻墙跳入停车场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里其实就是派出所 远警从后方围捕 嫌犯眼看逃不掉 只好乖乖就范 事发在20号上午 一名男子在花莲 国联一路一家KTV 谎称要应征服务员 趁店家不注意时 一共偷取现金 7411元 单名男子趁店家不备之际 窃取柜台现金约7000元 男子因不熟悉地形 突然翻墙跳入派出所内 立即遭警方当场弃货 嫌犯光天花日大胆偷窃 以为可以逃得过 最后还是被省之以法 接着陈金叶欢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